明顯成為資金避難所 美元明顯成為資金避難所 過去一段日子 我從2月21日 俄羅斯宣布烏冬兩個地區獨立開始計算 到上星期五為止升幅超過3% 當中看到英鎊和歐元是重創貨幣 你預期接下來的局勢發展會怎樣呢? 什麼時候會看到一些訊息可能有反轉的機會? 我想差不多了 因為這個星期市場上在等待聯儲局的意識會 正正因為剛才你看過的局勢緊張開始 那段時間整個市場其實是沒什麼主題去炒的 有一點是觀察期、真空期、等待期 因為當時背景基本上由去年12月開始 大家都知道這個通脹是很高的 尤其你看到無論美國公佈的CPI、PPI甚至PCE的通脹 所有的通脹指數都好 全部的報紙媒體的頭線都是30年40年的高位 那我想由12月炒到2月 大家已經充分反映了通脹高 聯儲局要加息 要開始準備 甚至開始縮表等等這些預期 那如果由2月到3月 還有一個半月看到有什麼好炒呢? 那個金融市場是不可以停在這裡 因為大家都是找一些技巧 令到有波動 那我想當時大家會想 就是不如有少少一些地緣政治啊 有少少避險的主題呢 尤其是俄烏局勢這些事件呢 似乎可以加插進去的 但是當時坦白說俄烏局勢呢 除了正式宣佈獨立 甚至開打大概是2月中的時間 但是如果你說真的開始 叫做團兵在邊界上面呢 其實在去年年底已經開始是了 但是當時市場可能就沒有意識到 說要炒了這個主題 那到2月炒的時候呢 其實我想整個市場 又沒有想過真的會打仗的 就是可能都是有少少 就是大家會是緊張一下的 如果從正路 當然現在事後回顧回 當時從正路去想 雙方都好像沒有什麼打仗的誘因 都沒有什麼利益的 好像是沒有什麼得著的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 那當時我想市場就有少少是 就是整地眼鏡碎了 那真的打的時候 你見整個市場就亂了 反轉了 我看立即反轉了 就是無論是股市 或者大家立即是想一想 俄羅斯究竟是生產什麼比較多的呢 烏克蘭又生產什麼比較多的呢 那可能在一個期貨市場上面呢 我想是整個市場的焦點 無論是商品 能源等等 可能甚至農產品 其實總之跟俄烏相關的一些炒作的主題 都是有一個很大的波動在那裏 那剛才你說的 美金是一個資金避難所 或者避免貨幣呢 我就這次有少少同意一半 又同意另一半又不太同意 那因為你看到呢 美匯指數沒錯的確很強 上到99的水平 但是呢 其實最主要都是集中在歐元的弱勢上面 因為大家會意識到首先 就是地理環境上面 歐洲就最近這些東歐的國家 就是跟烏克蘭那邊 另一邊就是 就是德國和俄羅斯之間 可能有貿易上一些天然氣等等的關係上面 就相對密切很多了 那所以呢 就是大家最直接衝擊的就是歐元 但是你留意回 剛才我有提到就是一些期貨市場 其實都是炒起了很多的商品 炒起了很多的農產品 相反呢 我們過去傳統認知的一些所謂高息貨幣 或者是一些就是商品貨幣呢 以前就會跌得比較多的 因為備點嘛 但是現在呢 反而就沒有跌到下去 是的 因為我想是受惠於就是農產品 那些商品價格的上升 對他們的經濟好像有幫助大一點 所以變成了呢 戶市上面呢 其實就沒有其他商品市場 沒有股市上面那麼一致的 就是反而呢 就是有少許個別的發展 就是主要集中在歐元特別的藥勢上面